手拿麥克风亲自向选民问候 选战最后关键一周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启动全台大车扫 从屏东东港出发 陪同徐富贵进行车队扫结 有驾驶长按喇叭加油 支持者也在路边守候挥奇欢呼 更有民众听到广播赖清德来了 从家里冲出来要见他一面 首次车扫为安滴水不漏 除了防弹车外 前后两部安危车全城警备 我从屏东出发往北 美勤从新北出发往南 我们将南北串联 从南端出发往北前进总统府 有它的道理存在 更何况八年前四年前 蔡英文总统也是走这条路 这一条路是胜利之路 要复制蔡总统胜利之路 希望激起南部气势 连带催出中北部选票 在选战最后阶段蓝白都喊 集中选票打气宝牌 却又说要组联合政府 被酸根本相违背 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矛盾 如果要求组联合政府 大家只要看一看军业之乱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谋求的是个人跟政治的利益关系 某红蓝白选举考量 但赖清德也有危机感 一向最挺绿的一届选票 传说不满民进党这次不分区名单 加上蓝营积极抢攻 一届选票松动 我是来自一届 对一届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最了解 我也是最有诚意 最能够解决一届各项问题的人 不要相信为了选举 才乱开支票的人 选战最后关键期 赖清德陆战冲刺 大本营南台湾出发 全力拼占到最后一刻 赖清德陆战冲刺